咱们来关注一个小女孩 其实对她的关注也是从网络上一组触目惊心的图片开始 对 给大家看一下吧 这小孩的肚子太大了 看着让人特别难受 关键是觉得很心疼 照片上这个留着马尾小便的小女孩 面旁清秀可人 而且还带着微笑 她的胳膊大腿都跟同龄小孩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这个肚子比十月怀胎的孕妇还大 肚皮上的青筋都能看见 网贴描述说 小女孩叫小云 现年四岁半 出生半年以后肚子开始变得越来越大 家人带着她四处求医问药都没有能治愈 一家四口就靠孩子父亲一个人打零工赚钱 为了给孩子治病鸡血花光了 真的希望大伙能够来帮帮忙 在互联网的微博上 这条求救的消息一出 五小时之内就有五万网友转发或者是点评 而且再加上一些门户网站的转载 短短半天的时间 一共有十万网友关注了这件事情 一场规模空前的爱心激励就此展开了 记者也是刚刚联系到了小云的父亲 她的爸爸叫胡天鹏 山西省运城的农民 今年28岁 目前在运城打零工 帮别人装卸货车 对 她有两个女儿 其中小女儿的两岁多了 大女儿小云是2006年2月出生的 小云出生大概8个月左右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肚子就一天天的大了起来 他们将孩子送进了医院救治 但是一直都没有结果 现在女儿小云的肚子是越来越大 行动不变 虽然吃喝拉撒等饮食也算正常 待在住的地方也是有说有笑 但这更让她感到心酸 网上女儿的照片是她8月份的时候 在出租屋里边拍的 现在肚子比那个时候还要大 对 看着孩子遭罪我们真的是很着急 日子一天天的过 孩子的肚子也是一天天的涨 要是再这么下去的话 需要出事了 我们也要加入这场爱情接力当中 在这里咱们也呼吁 希望有了解相关病情的医护人员 或者专家相关医疗单位 能够救治小姑娘 拜托大伙了 请不吝点赞订阅